什么是唯物主义呢 唯物主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所有的就是反对那些超自然的精神层面的 一切都是以物质为中心的 物质决定人的意识形态 所有你精神层面的反应 当然它反对神明 精神上的反应 不过是你物质上的产生的反应而已 比如说人穷的时候 人就没有什么道德 所以大家都有钱了 大家自然就不会什么贪别人便宜 占便宜会遵守交通秩序 人穷的时候才会偷盗 人穷的时候才什么吝啬等等 好像有道理 但是不一定 有些有钱人还是很吝啬 所以它是以物质决定人的意识形态 这种为物 所有的东西都以物质为出发点 以物质为中心去解释 全是 这个宇宙呢 他们的眼中是一半的 为什么 只有看得见的物质世界 看不见的这个属灵世界是不存在的 而且所有的价值也是唯物的 所以人们都是物质主义 追求物质的享受 不太在乎什么道德 精神 什么来世永生 这也能理解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些特别的性格和特质 唯物主义 实用主义 都有观想 就不客气承受到达了吗? 在买少许它们都会太冷却